大家好,我是威武,欢迎来到X调查 故事发生在南卡罗兰纳州 它位于美国东南部东陵北大西洋 在该州的北角有一片54平方公里的人工湖 名叫威力湖 由水坝拦截卡托巴河而形成 湖畔郁郁葱葱的树木 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中 风景十分美丽 在这片湖的周围分布着许多豪宅 其中一栋房屋的男主人名叫史蒂夫 他因年轻时创业成功而成为百万富翁 62岁时他与比他小11岁的妻子拉娜 搬到了威力湖畔的豪宅生活 夫妻俩虽然没有孩子 但感情一直不错 生活富足快乐 就这样他们在湖畔别墅里平静地生活了两年 直到2018年一天中午 史蒂夫被发现倒在家中楼梯边 他是不慎跌落的 还是另有引擎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2018年的那个夏天 2018年的7月21号这天是个星期六 上午11点53岁的拉娜上到二楼的卧室里 她的丈夫64岁的史蒂夫正在床上睡觉 最近她的身体不太舒服 拉娜一直悉心照顾着她 把她需要的药水以及常用的物品 放在床边的小桌上方便随时取用 临近中午史蒂夫还睡得很熟 按照之前的规律 她应该等会就会醒来 拉娜离开卧室去院子里修剪草坪 一个多小时后中午12点多 拉娜准备回屋休息 推开门后她发现丈夫面朝下 躺在底楼楼梯边一动不动 她慌乱的跑出门外寻求帮助 在路边看见不远处有一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 她疯狂招手示意对方过来 在简单了解情况后 好心的骑车男拨打了911电话 在过路男子与911接线员沟通期间 拉娜又跑去邻居家找别人帮忙 邻居听闻后就跟她去现场查看情况 随后发现史蒂夫已经没有了脉搏 下午1点警方和救护人员赶到了湖畔别墅 可为是已晚 史蒂夫已经永远的离开了 此时拉娜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自责 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让丈夫一个人待在房子里 如果刚才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 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据了解史蒂夫这年64岁 出生于佛罗里达州 众多兄弟姐妹中与她关系最好的是妹妹罗希 史蒂夫在20多岁创立自己的公司 提供运动损伤的物理治疗服务 业绩很好 她平时喜欢收藏艺术品 打高尔夫球还有划船 41岁时她就退休 享受悠闲生活 平时关爱的家人 尤其跟两个外甥 弗兰奇和帕根关系亲近 2009年底 57岁的史蒂夫搬离了家乡佛罗里达州 搬去了北卡罗兰娜州居住 第二年她在网上认识了比她小11岁的拉娜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 对方性格温和安静 两人很快陷入爱恋 三年后史蒂夫与拉娜在夏洛特举办了婚礼 虽然这都不是两人的第一段婚姻 不过双方亲友们都纷纷送上了祝福 两人婚后生活甜蜜 虽然没有孩子 但养了两只意大利灰狗陪伴 平时与亲友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016年 他们搬到了南卡罗兰娜州威利湖畔的这栋别墅里 与周围邻居相处和谐 拉娜待人温和 史蒂夫热情开朗 还会给当地有志青年分享自己的从商经验 大家给这对夫妻予以好评 事发当天下午 史蒂夫突然离世的事很快传开 周围邻居都过来安慰着哭泣的拉娜 在隔壁镇上班的外甥弗兰奇 也立刻赶了过来 在现场警方没有发现 史蒂夫身上有瘀伤或者挫伤 但他的脸色发青 夜市官给出的结果是死于心脏并发 对于这样的结果 史蒂夫的外甥弗兰奇感到深深的怀疑 实际上他也是一名警员 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 他查看了舅舅史蒂夫的口袋 没有找到手机 以他对舅舅的了解 对方的手机平时一定戴在身上 虽然心存疑虑 但弗兰奇还是决定先联系家人 告诉他们史蒂夫离世的消息 由于一楼客厅人多有点吵 他去到了二楼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 顺便看看舅舅的手机 有没有掉在什么地方 弗兰奇给自己的姨妈 也就是史蒂夫的妹妹罗西 打了一个电话 把噩耗告诉了对方 还说出了没有找到史蒂夫手机的疑惑 询问对方最近有没有与史蒂夫联系过 罗西说自己跟史蒂夫已经三天没有联系了 他也觉得奇怪 两人平时关系不错 经常互发消息 弗兰奇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在房屋二楼四处张望 出于职业习惯 他对卧室仔细查看了一番 只见床铺上非常凌乱 床垫都被禁食 史蒂夫是个爱干净的人 出现这样的情况 显然是丧失了自理能力 看来近期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弗兰奇跟舅舅关系不错 几乎每天都会联系 他知道从这年六月起 对方的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 起初舅舅只说耳朵疼 可之后又出现了恶心 头晕的症状 家人们都很关心他 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他却说自己太累了 好好休息一下就行 由于他的妻子拉娜 本身就是一名护士 在护理方面很有经验 因此家人们也都放心让他照顾 不过这期间还出现了一段插曲 有一天拉娜告诉大家 史蒂夫睡得很沉 怎么觉都觉不醒 后来睡了足足36个小时才醒来 期间一度以为他醒不过来 经历这次超长睡眠 史蒂夫的精神好了不少 还在7月4号举办了一场派对 与家人们一起欢快的跳舞 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恢复了健康 没想到才过去半个月 他的身体状况竟急剧恶化 弗兰奇打完电话后 回到了楼下客厅 向拉娜询问史蒂夫这两天的情况 拉娜说 史蒂夫在7月初派对结束后 就觉得不舒服了 直到最近三天状况变得很差 总是头晕目眩 精神萎靡 但他不愿去医院 只想躺在床上休息 拉娜表示 之所以没有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是因为不想让大家太担心 至于史蒂夫床上一团糟的情况 拉娜说今天还没注意到 所以没来得及更换 她也觉得史蒂夫的身体状况 不能再拖延 打算带他去医院检查 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随着夜幕降临 史蒂夫的其他家人 也陆续赶了过来 众人在客厅讨论着举办葬礼的事 拉娜表示 应该尽快将史蒂夫火化 让他入土为安 不要让遗体腐烂 这时罗西表示 他记得哥哥曾经跟他说过 以后想安葬在佛罗里达州 劳德戴尔堡的一处墓地里 这一点还写尽了他的遗嘱 一旁的外甥帕根 也说舅舅史蒂夫确实有一份遗嘱 相关后事安排都写在了上面 还表示自己是舅舅指定的遗嘱执行人 所以现在应该把那份遗嘱找出来 听到这些 拉娜一脸茫然的看着大家 因为他身为史蒂夫的妻子 却不知道任何有关遗嘱的事 即便遗嘱真的存在 他也不清楚史蒂夫放在了哪里 想着想着 拉娜一眼面哭泣了起来 在家人们讨论的时候 身为警员的弗兰奇 觉得此事绝非平常 他不相信史蒂夫在窝床三天后 还能独自下楼 觉得他可能是患上了 别的不为人知的疾病 于是他提出 无论采用什么安葬方式 应该对遗体做一次检查 搞清楚真正的离世原因 在场大部分人都表示同意 但拉娜提出了反对 他表示史蒂夫实际上 有依赖某种药物的习惯 这可能是导致他生病的原因 如进行检验 此事就会暴露 会有损他一直以来的良好形象 既然人已经走了 就没有必要再做这些了 有些事情不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对于这番说辞 两位外甥 弗兰奇和帕根都感到疑惑 因为据他们所知 舅舅史蒂夫 并没有什么不良习惯 不过拉娜是舅舅身边 最亲近的人 知道的比他们多 也合情合理 8月4日 家人们为史蒂夫举办了葬礼 期间帕根等人 再次提起了遗嘱的事 但拉娜依旧表示不知道 此事只能搁置 葬礼过后 弗兰奇开车来到了帕根家 讨论其舅舅史蒂夫的事 他们越聊 越觉得拉娜的行为有些奇怪 弗兰奇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舅舅身体已经差到如此地步了 但拉娜依旧没有告诉大家 也没有带她去医院检查 实在有些不合理 另外出事的时候 当时家里明明就有手机 她却没有自己打911 而是舍尽求远 跑出去找别人帮忙 而舅舅史蒂夫的手机 在哪里现在都不知道 帕根表示 可能当时情况紧急 舅妈拉娜太着急了 一时忘记打电话 但她仔细一想 也觉得对方越来越可疑 比如之前说到遗体检验的事 她却要求赶紧火化 态度坚决而急切 帕根想起一件事 在舅舅出事的第二天 她曾给拉娜打过一次电话 打算帮忙找找史蒂夫的遗嘱 可电话里拉娜却说 不要来这里 这是我的房子 她是我丈夫 一切都由我来处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弗兰奇与帕根经过交谈后 达成了一致 他们认为舅舅史蒂夫的离世原因 绝不简单 舅妈拉娜可能知道些什么 弗兰奇有办案经验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她打算先自行调查一下 她首先拜访了史蒂夫家 附近的几位邻居 询问他们最近有没有发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他们都表示没有发现异常 虽然事发几天大家都没见到史蒂夫 但拉娜告诉他们 史蒂夫身体不适一直在家休息 之后弗兰奇去了附近的医院 想看看史蒂夫有什么医疗记录 结果没有发现 虽然调查没有实质收获 但弗兰奇直觉上依旧认为此事有蹊跷 她再次联系了帕根 两人给姨妈罗希打去了电话 想听听看她的想法 罗希听两人这么一说也表示对拉娜持有怀疑态度 原本她很放心拉娜照顾史蒂夫 但事发当天卧室里床上糟糕的状况 让她实在没法相信拉娜已经尽心尽力照顾对方 三人讨论过后觉得必须要让验尸官检查一下史蒂夫的遗体 然而此事时间紧迫 因为拉娜已经向殡仪馆预约火化 他们联系了警方要求阻止火化并检验史蒂夫 大家彼此心肇不宣没有将此事告知拉娜 8月29日检验报告出来了 结果显示史蒂夫的心脏没有问题 也没有对任何药物有依赖 但她的血液中检测到一种化学物质 且含量很高 该物质常见于眼药水成分 万用在眼睛上可以有效去除红血丝 缓解眼睛疲劳 这种物质不能内服 否则会引起眩晕呕吐 严重时会抑制呼吸 减缓心率甚至死亡 犯罪连续剧CSI中有一集 受害者喝下含有该物质的饮料 之后不幸离世 这种眼药水很容易买到 药品本身无色无味 受害者根本察觉不到 这个结果让弗兰奇等人感到了震惊 第二天警方告诉了拉娜 在史蒂夫体内检测到了一种化学成分 且含量很高 拉娜表示这种化学成分可能来自眼药水 近两年时间里 史蒂夫几乎每天早上都会滴两滴眼药水到咖啡里 然后喝掉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朋友告诉他这个秘方 有助于通便 实际上关于这一点说法不假 但准确来说 所谓治疗便秘是饮药水少量服用后的副作用 接着警方表示要对他展开正式询问 并宣读米兰达警告 米兰达警告是美国警方逮捕或询问协议人时 告诉对方他们享有的沉默权 也就是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执法人员的任何问题 如果不宣读米兰达警告就直接询问 那么法庭将不认为这段对话是有效证据 询问过程中警方了解到 多年来史蒂夫每天喝的咖啡都是他自己做的 近期身体状况不佳才有妻子代劳 平时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二人 警方猜测史蒂夫之所以会服用这么多饮药水 可能是拉娜故意这么干的 意识到自己被怀疑 拉娜补充说 丈夫喝饮药水的行为已经很久了 这个方法确实对便秘有点效果 每次他也只是滴一两滴 他觉得不会有什么危害 就没有阻止 警方不断的质疑也惹怒了拉娜 她说我知道你们在做你们的工作 你们想知道我有没有杀我丈夫 但我就是没有杀我的丈夫 等拉娜情绪稳定后 警方继续问了一些问题 拉娜坚称自己与此事无关 还说最近两三年史蒂夫的精神状态不佳 经常辱骂他 有时会突然情绪失控 有亲身倾向 所以饮药水是史蒂夫自己放的 拉娜表示有些累想回家 于是这次询问就此终止 一位警员送他回家 回家路上 拉娜一直保持沉默 到家后 警员刚要走 拉娜又诉说起史蒂夫离世前 卧床那几天的事 那段时间史蒂夫病得很重 身体几乎动弹不了 一举一动都需要别人照顾 拉娜暂停了自己的工作 在家全心全意照顾丈夫 可有时史蒂夫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会把排泄物弄到床上 每次清理都由拉娜一人完成 还要帮对方擦洗身体 而每当这个时候 史蒂夫就会指责和辱骂他 虽然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天 但拉娜已经不堪忍受 警员没有打断他 静静的听他 还有什么话要说 过了一会 拉娜情绪低落的说道 你们知道的 我在床边放了一个小桌子 上面放着她的纸巾 她的尿壶 她的药物 她的饮药水 看到这些我很生气 就拿起来挤了一下 我想我把整瓶都挤了进去 听到这里 警员感到了震惊 当天拉娜将饮药水挤进 丈夫要喝的水杯里 而当时史蒂夫就躺在旁边的床上 睡得正熟 他一次性喝下那么多饮药水 才导致了呼吸不畅 在他试图下楼寻求帮助时 呼吸突然停止 倒在楼梯边 之前的检测结果也符合这种情况 警员问他这样做的原因 拉娜显得很懊悔 说丈夫总是不停地使还他 他感到厌烦 所以在看到饮药水的那一刻 一个恶念突然出现 想让丈夫吃点苦头 没想到会害了他的命 说完之后 警员便离开了 向上级报告了此事 第二天 警方来到拉娜家准备将他逮捕 但他此时并不在家中 而是在医院里 原来昨天晚上 拉娜在警员离开后 立刻写下了一份遗书 表示自己对于不小心 毒害丈夫的事感到难过 随后他吃下了大量安眠药 准备自我了结 第二天早上 邻居来他家拜访时 发现了异样 随后拨打了911 经抢救后 拉娜幸运地脱离了生命危险 拉娜被捕后 一位邻居告诉弗兰奇 在史蒂夫出事的第二天早上 他看见拉娜在院子里烧东西 由于担心引发火灾 就试图阻止 东西还没有烧完 看起来像是文件 他问拉娜这是在烧什么 对方说就是一些废弃的文件 了解到此时候 弗兰奇与帕根一起赶到了院子查看 但只找到了一堆灰烬 里面有一点还没烧掉的纸片 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出是史蒂夫的笔迹 他们推测这可能是遗嘱 由于文件比较厚 才没有被完全烧毁 很快拉娜被捕的消息传开 亲友们难以相信 她竟然会动手谋害自己的丈夫 在众人的印象中 这对夫妻一直很恩爱 史蒂夫更是对妻子宠爱有加 他们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让她下次毒手 一些不明缘由的人猜测 史蒂夫或者拉娜 有人有婚外情 从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史蒂夫的战友们 对各种留言感到愤怒 他们发表声明称 史蒂夫对待每一段感情 都很忠诚 不可能出轨 而拉娜的上一段婚姻结束 就是因为前夫有不忠行为 与史蒂夫结婚后 她也从未有出过迹象 虽然她毒害丈夫的动机尚不明确 但肯定不是婚外情 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 史蒂夫离世的真相 也渐渐显露了出来 拉娜与史蒂夫结婚了三年后 拉娜说服史蒂夫 从原来居住的北卡罗兰纳州 搬到了南卡罗兰纳州 给出的理由是 她十分喜欢威力湖 为了满足妻子心意 史蒂夫特意买下了 湖畔的这种价值 近百万美元的豪宅 虽然拉娜不肯说搬家 还有别的原因 但敏锐的警方了解到 南卡罗兰纳州有一条法律 夫妻中一方离世后 如果没有遗嘱 另一方可以无条件继承所有遗产 因此警方怀疑拉娜作案的真正动机 是谋取史蒂夫的遗产 而他之所以坚称没有遗嘱 是因为如果按照遗嘱分配 遗产就会被分散给其他人 尤其是史蒂夫的两个外甥 帕根与弗兰奇 分到拉娜手上的那份 就没那么可观了 调查过程中警方又发现 在事发的两年前 史蒂夫在家中还发生过一次意外 当时夫妻俩刚搬来南卡罗兰纳州不久 史蒂夫爱好收藏 许多艺术品被他一并搬来 其中有一把精致的弩 被他放在了收藏室的柜子里 偶尔拿出来把玩 一天夜里 史蒂夫在睡梦中突然惊醒 他感到自己后脑时候传来一阵顿痛 这时妻子拉娜站在床边 一脸无辜的问他有没有事 史蒂夫头有些痛 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出了点血 但伤口不大并不严重 拉娜向史蒂夫道歉 表示自己看见这把弩觉得很有趣 就想把剑装上去试试 看能不能激发 但怎么也装不好 就拿进卧室想问问怎么装 可不知怎么的 剑突然射了出去 幸好打偏了没有射中 史蒂夫的头部擦伤 没有酿成大祸 拉娜内疚的样子 让史蒂夫不认责怪 还安慰对方不用自责 对这次意外 夫妻俩都没有告诉家人 只当成一段小插曲 此后两人生活也恢复平静 但现在警方认为 那次事件可能不是意外 拉娜或许想趁丈夫睡着 用弩射杀对方 但因为没有使用经验 再加上紧张就失手了 这一次她想再置对方于死地 而且手段更加阴险狠毒 从案发三天前 史蒂夫身体状况来看 拉娜少量投放了炎药水 使其变得眩晕无力 只能卧床 随着毒素累积 史蒂夫的身体越来越糟 知道丧失行动能力 案发当天爆发的求生意志 让史蒂夫从床上起来 由于她没有手机 无法拨打电话 所以只能走下楼 遗憾的是 她只坚持走到了底楼的楼梯口 史蒂夫的手机究竟去了哪里 拉娜表示手机在案发三天前 就被她扔到湖里了 所以那几天 家人们才联系不上她 结合上述调查结果 警方怀疑 拉娜是有预谋的谋害丈夫 目的就是获取全部遗产 而拉娜坚称自己只是一时怒上心头 包括两年前 射弩的那件事 也是一次小小的反抗 想让丈夫受点罪 消停一下 没想要害她的命 拉娜还哭诉 自己小时候曾被一位叔叔侵犯 成年后她加入空军 却又在军事基地里被人侵犯 种种经历 让她对家庭暴力感到恐惧 所以才一时冲动 对丈夫做了这些事 然而她这番说辞 并没有获得多少人的认同 毕竟一般人不会想到投喂饮药水这种方法 而且并不是一次 而是连续的长期投毒 可见其绝非临时起义 用心十分险恶 案发两个月后 此案在南卡罗拉纳州巡回法院开庭审理 拉娜克莱顿被指控谋杀罪 此案经过多次开庭审理有了结果 2020年1月法院做出了宣判 被告拉娜克莱顿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25年监禁 不得假释 值得一提的是 在拉娜被捕的第二个月 在北卡罗拉纳州的夏洛特 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32岁的史黛西 被发现倒在家中的沙发上离世 其死因被认定为心脏病发 由于史黛西生前确实做过心脏手术 所以大家对这个结果深信不疑 她的丈夫34岁的乔珠雅 为妻子火化遗体并举行了葬礼 之后拿着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很快交上了新的女友 这一系列行为让史黛西的家人产生了怀疑 便请求警方调查 几个月后 警方查到史黛西生前签署过器官捐献的文书 还储存过一瓶血液 将这瓶血液送检后 发现其中某些化学物质成分含量很高 该成分常见于炎药水中 家人认为乔珠雅谋害了妻子 然而由于遗体已被火化 缺少足够证据 乔珠雅被保释 无法对其发出指控 不久后 她又因深陷一起直升机纵火案 而受到指控 不过这些案件 目前都还没有结果 由于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相近 有不少人认为 乔舒雅是在模仿拉娜的手法 令人感到细思疾恐的是 如果不是史蒂夫的外甥 以及妹妹的坚持 也许拉娜的罪行 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